我们是延续接地气会做事的团队 行政院19日下午公布内阁改助新格约名单 多位首长都获得留任 有变动的部分 文化部长郑立军卸任 由科与会组委李永德接任 科与会组委则由副组委杨长正升任 科技部长陈良吉卸任 由政委吴正中接任 国发会组委陈美林的位置 由政委公民兴接任 尽管会组委由副组委黄天幕升任 希望财经内阁除了在过去 已经打下很良好的基础 继续来投入跟推展以外 那也希望两个组委 新任的组委能够带来新的思维 新的突破的一个政策 李梦远表示 因为两岸外交国防 在过去都有着述的表现 依稳定为考量 入委会组委陈明通 外交部长吴钊燮 国防部长颜德发 都获得留任 政委的议席空缺 会特别针对财经 科技产业领域 继续寻找人才 另外针对疫情的振兴方案 未来还是会由公民心 来进行说明 针对后续的振兴方案 正在做最后的一个原理跟定案 那我想很有可能就是会配合 七月份的暑假 那么来全面性的一个推动 那推动的方式 我们会在这个之前 应该是在六月份 六月初的时候 就会跟各位来做报告 李梦言说 相关的振兴方案 各界都很期待 所以需要更谨慎 会朝向多元 让民众有感 让商家受到实质帮助的目标来努力 苏贞昌也特别交代 要满足好使用 有效益的原则 边境管制放宽 则交由疫情指挥中心判断 一再讨论缩减商务课的 入境检疫时间 让商机不宜疫情受到影响 新唐连爱电视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